美华同军468团英籍晋升典礼 于12月26日下午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举行 当天现场有同军、家长以及圣河西同军总部代表近百余人管理 英籍同军是美国同子军最高级别 也是最高荣誉阶级 同军英籍的进阶资格包含四个部分 分别为学习技巧、通过考验、接受检阅和获得认可 此外还要通过领导统育、同军技能、同军礼仪、团康活动等考验 此次晋升典礼中12位英籍同军轮流发表感言 并一起回顾他们的同军生活记录照片 英籍同军团员之一黄家俊表示 感谢每一个家长还有Skyl Asker跟ASM 因为他们教我很多 我也想感谢这个Boy Scout 因为如果没有Boy Scout 我一定是在家里打电动 或看电视或懒在家里就睡觉 我也想谢谢坐下的这些Digo Scout 跟我别的朋友 还有Trip的别的小孩 因为没有他们 我也想来Skyl Asker 宣读Ego Promise 在由同军468团第一位取得英籍同军的黄智杰 将各英籍同军的名牌放置在468团英籍扁牌上 留作永远的记录 根据美国同军协会统计 自1911年 美国同子军成立以来 全美大约只有2%的同军完成考验 获得英籍殊荣 因此 华美同军团主席林哲宏 他也特别祝贺他们 鼓励这些新出炉的英籍同军团员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 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道